四季在美国的教育志业发展 从1994年筹办人文学校开始 到今年10月份 全美国总计将会有四间的大爱幼儿园 而这一份人文教育的坚持 就是希望每一位小朋友 都可以发展健全的人格 为在南加州蒙洛维亚的大爱幼儿园 2006年9月成立 是慈激在美国的第一所 政府立案的正规学校 在慈激在学校也教育性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很喜欢 第一个原因为何 他们选慈激在学校是教育性教育 教育的文章 教育的文章 现在他们学习 他们要读到其他孩子的名字 所以,比如说,他们会说 Mira,可你能读多了吗? 他们的领域 所以他们没有移动 他们的领域 然后他们是一项 领域 的领域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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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和朋友們坐在桌上 他們可以分享一餐 和一起聊天 2006年的第一所幼兒園 踏出了那一步之後 我們從中學習了很多經驗 所以第二所幼兒園 在2008年的時候 就在我們的達拉斯成立了 我們在祝福年年代 我們祝福年年代 所以這是我們的年代 我們開始有六個孩子 現在我們有26個孩子 我們開始只有一個學生 現在我們有三個學生 我們有孩子從中學生的家庭 像美國家庭 我們也有個不同的家庭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家庭 有了前面兩所幼兒園這樣的經驗呢 我們在2013年的11月份就籌備 然後正式開始了第三所 我們的子季的幼兒園在核桃 我們是期望能夠在10月份的時候 第四所幼兒園在休士頓這邊 能夠正式開門 我們是馬來西亞來的 然後我們實際在馬來西亞 也算是蠻有名的嘛 然後我們看到這裡有了 我們很早之前就聽說要開一家 然後我們就開始抱怨 我們希望能夠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能夠把所有在實際長大的孩子 讓他們能夠建立一個 這個完整的人格發展 然後未來能夠把他們的所學 能夠貢獻給社會